我們很久沒有開學堂 其實如果深水清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們在每一條試車片裏面 當我們看到有些有興趣的技術話題 我們都會花一點時間去做一些解說 但這次我們就收集了很多讀者的一些問題 就整合為一集 希望可以滿足到大家在技術上的興趣 《豐猶太》其實這個名字是很亂的 正確地了解名字的來源 動力輔助軚盤才是它的正式名字 Power Steering 它的發展的起源 如果你查維基百科 你查到百多年前都有人做這方面的嘗試 那些我們就不要理 真的商業性大批量使用在乘用車裏面 其實是說五十年代之後的事 你知道打完仗 美國有富強 車又越來越大 越來越重 我們之前有兩條片 是說 Offset 和這個軚感 這兩條片其實在整個豐猶太的發展歷史裡面 是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隨著汽車的發展 車速越來越高 輪胎越來越闊 所以傳統scrub radius就已經不再適合了 再加上頭輪車的興起 慢慢慢慢就令到那個頭輪的懸掛設定 就慢慢變成現在這樣的樣子 譬如我們用一個車身的重量 紮住那堂軚 用一個負的scrub radius等等 令到整個車是穩定了 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你扭軚很重 這個動力輔助軚盤就英文而生 早期的動力輔助軚盤 流行的做法都是用引擎 扔油泵 油泵產生了壓力之後 我們用一個速壓器裝起壓力 然後透過油喉去幫助轉向系統 這個做法都有兩種不同的方法 第一種方法就是在軚盤上 幫那個軚軸去轉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把油喉搭進軚盤上 兩種方法都有的 你說哪個流行多一點呢 一半人一半人差不多 這兩種方法都好 我們都是叫它做因為有油 所以我們的車房師傅 就把它叫做封油泵 其實封油泵的封字是無中生油的 為什麼有封字呢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在有泵盤前 我們一早就有了 welcome server的brake 即是真空伺服煞車 利用引擎的真空 壓力差的空氣推動油 所以我們傳統的師傅 就叫這種叫封油brake 由於封油這字進了腦 凡是動力輔助 我們就叫封油了 所以這個泰盤明明只有油 我們又叫它封油泵 封油泵的名字就是這樣 一直叫了幾十年 後來發覺它有個缺點 第一 它是扭著引擎 引擎 你知道抬速的時候引擎是最無力 又最浪費 但是偏偏那時候 你要扭著很多東西 扭著冷氣、油泵 扭著很多東西 結果就令到那個引擎 在低轉抬速的時候 那個負荷更加重 那麼重的負荷 令到它要給多些油 結果引擎 又吸油 又積碳 很多問題 第二就是 當它們保養維修的時候 哦 輪盡了 因為你要拆油喉 拆完油喉之後 換完零件之後 又要重新裝上 重新灌上油 又要放棄 所以在一個有油的地方 保養維修是非常之論盡的 所以後來就發展出 是用電動來做這個動力輔助 那麼 英文就叫做EPS 就是電動的power steering 於是我們就叫它做電鈕 這種就叫做油鈕 或者叫做封油鈕 我們在用家來說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第一 如果是用油的話 它是拖引擎 食油 保養維修 好 麻煩 這個剛才說了 電呢 就沒有這些問題 但是電呢 因為它那個推力 是沒有油那麼大 所以呢 由個摩打 出來的那個力量 就需要經過一個 很大增益比的齒輪 通常是用wormgear 窩窩 那麼窩窩再帶動一個齒輪 去幫忙推 這個這樣的做法 就令到它由於wormgear 那個機械增益太大 就是我推你 就很容易推 你推我的話 那些齒輪的摩擦互相頂著 你的力量就給不回我 因此在馬路上高 那個車輪 受到那些高低不平 或者一些凹凸 或者轉彎的時候 那個離心力 跟那個 Caster Angle 在鬥力的時候 所有的那些感覺 它給不回那個軚盤 那令到呢 駕駛上來 好像沒有什麼味道 我傳統駕駛有感覺 現在哪有什麼感覺 這個就是電軚和油軚的分別 這是早期的分別 非常明顯的 但是現在就好了很多了 原因就是 因為電軚 回軚的力量 它可以透過那個馬達 去給你 即是你路上高 你傳不來 但是那個馬達給你 就行了 那現在 可以透過很多的傳感器 知道了 車在做什麼 回饋給司機 令到感覺 是越來越好 而油軚 在那個動力輔助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怎樣去微調 那個動力輔助 油軚 是沒有那麼容易做得到 不是不行 你要做 可能做到很順暢 那個系統 因此 慢慢 就電軚成為一個大趨勢 因為無論 保養維修 成本 耗油 各方面 都是電軚優先的 去到電動車年代更加 由於它可以很容易配合到 自動駕駛的指令 而油軚 你要用一個電子的信號 去令到油壓系統 去有反應 中間經過的系統複雜 時間也長 所以兩者是沒有得比的 在電動車年代 電軚就成為一個一定的裝置 但是電軚和油軚中間 有一個很有趣的 叫做Hybrid的系統 就是用電動的方法 產生液壓 去推油軚 現在有些車 有個別的型號 它對於軚感很執著的跑車 都喜歡用這個方法 因為當我有電動去推油的話 就是引擎在低轉的負荷 就已經完全沒有問題了 剩下的油軚的缺點 它仍有的 但是油軚的優點 它也可以享受到 有很少量的車 仍然堅持用油軚 但是用電軚的油軚 我希望以上的分析 可以幫助到這位讀者了解 那麼今時今日 你說用電軚 會不會在駕駛樂趣上 會有很大的損失呢 我不可以說沒有 但是應該不會太大的了 這些朋友 他說引擎開車之後吵 現在正在用0w20機油 是不是機油的問題呢 我相信應該是 0w20機油是很稀的機油 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機油呢 駕駛駛車的朋友呢 很容易你可以免費 上去 駛駛在日本的網站裡面 去下載 任何一款車的user menu 裡面呢 就有了你的車 所有的維修保養 使用的資料 當然是日文 但是它有很多圖 還有數目字 英文這些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算你不懂日文 都很容易找到你所需要的 資料 那麼我又查過一下 你這輛車用的機油 它的確是落地的時候 它是給0w20給你的 但是呢 它也都可以 給你用5w30 0w30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用 那麼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一輛車夠了之後呢 是可以輕輕用一些黏度 高一點的機油 那麼新車用 稀的機油呢 那麼可能廠方是想 那車 run in 得爽一點啊 又可能想 做一些漂亮一點的油耗 就是 whatever 但是 當你已經使用了車 有得幾萬公里的話呢 還是用0w20 在這一部機器呢 這部2AZ機器呢 是一部比較舊的機器來的 如果用這麼輕的機油呢 的確是會吵一些的 放膽 你可以用0w30 或者是5w30 香港的天氣是比較熱的 如果你用了稠一點的機油之後呢 那個噪音呢 是可以改善很多的 大家買機油呢 就很容易被那些 一連串的數字嚇怕的 其實不需要害怕的 有很多數字 都是和你的機油有關 但是呢 你是不會買錯的 因為新的號碼出來呢 舊的號碼就不能買的了 所以你買得到市面上的機油呢 都是最up to date 的型號的 我們唯一考慮的就是 你買的機油是 礦物油 半合成 還是全合成的機油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那個黏度 黏度呢 有兩個數字的 一個就是扔著W的 通常是小的數目 比如5w 0w 10w 另一個數字呢 就是大一點的 可能是30啊 40啊 甚至是50 這種有兩個數字的油呢 我們叫做multi-grade oil 如果說回歷史呢 其實呢 激油的數字呢 就應該是只有一個 比如說10號這樣 就是幾十年前 有人做了這些實驗的 10號機油 那它隨著溫度升高呢 它的黏度就會下降 20號機油呢 又稠一點 它冷的時候黏度高 熱的時候就黏度低 40號機油一樣 冷的時候就更加黏度高 熱的時候就黏度低 比如我看到一種multi-grade oil 寫著5w40這樣計 就代表我的機油呢 在冷的時候呢 我都可以滿足到 5號那條線的 當我在很熱的時候呢 我又可以滿足到 40號那條線 就是說呢 比如 5號線是這樣 40號線是這樣 5w40意思就是說呢 條線是這樣打斜的 那麼現在所有的油呢 都是multi-grade oil的油來的 就是沒有單號油賣的 因為我們 又要冷又要熱 混能車呢 它是一種特別的要求的 因為混能車呢 那部引擎是經常鎖的 而它鎖到鎖 它不是像你一般那些 Auto-start-dot 那樣 Cran-a-lin這樣 它不是的 它可以關掉 然後它覺得有需要的時候呢 它就彈上去 所以為什麼我們用混能車呢 通常我們建議你呢 第一個號碼 就是有W的號碼 我們是可以用0號 頂頭是用5號 你不要用10W那些 原因就是 因為那部車 它經常關掉的 經常關掉就是不會 不會過熱 不會很熱 還有呢 它經常要 突然之間要 加速是很快的上去 所以我們 買混能車用的機油呢 是應該那個W那邊 凍那邊的號碼呢 我們買小一點 不要緊的 熱那邊是怎樣呢 究竟我應該買20 30還是40呢 我都是那句了 你的車如果行得幾萬米的話 就不要用20號機油了 那究竟是30號還是40號呢 就取決於 你的車有幾塊 就是你越舊一些 所有東西都鬆掉了 你就用黏度大一點的機油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的車會 會滾得多熱 雖然我這個Hyper 因為我經常走大步山 山腳滾到山頂 那部引擎不停地 不停地滾上去 那部引擎一段時間 是會很熱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應該輕輕 買回 大一號的機油 可能大家都很興趣知道 我的電伏用什麼機油 我冬天呢 我是會用0W40的 夏天呢 如果買到也會用0W40的 買不到就用5W40 因為0W40不是那麼容易買的 原因就是因為它是Hyper 經常要Start Stop 還有我經常要上大步山 所以我就用40個機油 尤其是夏天就穩陣很多了 至於很多人都有興趣知道 是不是應該用全合成油 半合成油 或者用礦物油 應該怎樣選擇呢 我自己的建議就是用全合成油 它真的合成出來的 可能它是用那些甲丸 天然氣之類 是用人工的方法將它合成的 那個份子鏈是很長 很穩定 它的費點是很高 你想弄斷它的份子鏈 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對一部引擎的保護是好一點的 以前 幾十年前 那些人養車 提起合成油 有點怕怕的 原因就是因為很貴 但是今時今日 隨著那個技術成熟 全合成油的價錢 跟礦物油 半合成 其實是相差不遠 有些朋友就問 為什麼市面上 還會有礦物油 半合成機油 又或者有些引擎 一定是要用礦物油才行呢 這是個別的例子 譬如那些人玩舊Mini 那些人玩鑽子引擎 都是建議用礦物油的 因為鑽子引擎 那些機油一定要參與燃燒 才可以潤滑到那個 鑽子和燃燒室 而舊款Mini 因為它的引擎 和波箱是共用機油的 所以那個黏度 又要滿足到燃燒室 又要滿足到齒輪的摩擦 他們的經驗就是用礦物油 是比較容易滿足到那兩個要求 那用礦物油便宜 便宜些換了 你說市面上仍然有人用半合成 或者礦物油 原因就是 譬如那些商用車的朋友 他們用車用得 麥克風很重要的 換油也是換得很密的 那情況之下 他們成本的考慮 就是計算那條數 用便宜的油 可能他們計算那條數是有便宜的 但是我們駕駛私家車的 是一個消費的行為 用漂亮一點 換到好一點的經驗 好一點的駕駛樂趣 還有少一點的保養維修煩惱 其實都是值得推薦的 換電 如果就這樣拔掉正負極 去換一部電 是會有很多行車記錄 會沒有了 是不是應該搭著一部電 才去換電 這個是正確的 當然是正確的 而且是必須的 新車的情況可能會好一點 你的行車電路 你所有那些這樣的控制板 裡面都可能有一些 back up 的電池 不用電池的 有些用大的電池 小的就有一個電容 電容的壽命就有限 你新車的時候 可能拔一拔 駁回它 收音機還是有記憶 但是你的車用了六七年的話 你拔了之後再駁回它 之後就馬上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裡面那個 back up 的電池 或者是back up 的電容 功能已經是壞了 你長給電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一拔掉的話 它沒有了back up 所有東西都從頭來過 有些行車電腦是很好的 它沒有了電之後 你給回電 它會重新自己去 設置一次的 但是不是加上車也可以的 有些你拔掉它之後再駁回 如果沒有的話 都挺麻煩的 可能要翻創四個電腦 所以就 無論你的車新的還是舊的 舊的就是百分之一百 就是你甩掉電池 就一定要有一個 12伏的back up 在某些地方跟它 並聯 那些人確保車 是有 長期有個12伏在這裡支持住 才能拔掉電池 我用這輛車去示範 這位朋友的問題 應該是怎樣去解決呢 如果這輛車 我要更換電池 你就用過光龍 把你的車 或者是士啤電池的正極 和正極位 駁通它 然後副極 就是跟這輛車 沒有噴過油的地方 夾著它 那就跟這輛車 並聯了一個12伏給它 你就可以去後面 拆掉電池 如果有些車 是沒有這樣的正極位給你的話 你就可以去 電池那裡 將你的過光龍 夾著電池頭 確保你這輛電 是首先跟電池頭 夾緊了 然後才拆掉電池頭 那輛車 經常都有12伏在這裡做back up 有朋友可能會 有個疑問就是 譬如那輛車 到車房進行一個比較大的維修 拆到進去引擎裡面的東西 關鍵部分 那你見到 車房的師傅 都會幫你甩掉電池 那這個就是 為了安全起見 是逼不得意這樣做 因為你經常有一個 十月虎在這裡 萬一它拆東西的時候 鎖了一開始打 引擎突然起動 那可能是很危險的 所以是逼不得意 就拆了 拆了之後 駁回會怎樣 真是有事 整理完之後 是會有些問題的 這件事我想 都不是新聞來的 這輛車本來可能沒事 但是 整理完之後 就發覺有其他問題出了事 都是那一句 我們換電池這麽小的工程 就盡量我們可以做就做 但是如果你說 大的工程 你為了安全起見 甩掉的電池 都是逼不得意這樣做 然後駁回電池之後 就看看有什麽問題 再解決 我們今集學堂 希望可以盡量答得詳細一些 所以每一集答到的問題都不是太多 我們今集就先回答到這裏 還有我們下一集再講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內容的話 希望大家給我一個like 多一些comment line share 還有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都希望大家follow和like 我們下一個여� stumble 我們下一個月 看看 我們下一個月 稍微 我們下一個月 到你 到你 我們下一個月